欢迎收看大白话语言 我们是大白话 小白话 还有小包藏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地面之洞 要说 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呀 那时候发生在不知道哪一年的哪一个地方 咱们的主演就是一段木字亮 妈妈我们叫做二舅妈 儿子我们叫做小弟弟 由于咱们的二舅妈跟二舅已经离婚 所以他要带着咱们的小弟弟搬到一个新家 有可能是缺钱 也有可能是躲避过去 他们的新家在一个深深老林中 在前往新家的路上还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他们差一点撞到一个老太太 当二舅妈下车看看的时候 发现这个老太太还有点精神病 这个老太太直高的看着小弟弟嘴里一顿叨咕 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啥玩意 经过这一次小闹剧我们继续上路 终于来到了他们的新家 房子虽然很破 不过还好 家里只要有女人到哪里都是家 但可是小弟弟毕竟还小 对很多事情都不是很理解 在妈妈和爸爸分开的事情上很闹心 然后就跑进了大森林 你这个熊孩子是真不懂事啊 父母离婚那都是迫不得已你知道不 二舅妈肯定要去找儿子 结果儿子没找到却发现了一个大坑 这是啥情况呢 孩子不会掉进大坑了吧 还好咱们的小弟弟并没有啥事 二舅妈也算是长嘘一口大气 不管小弟弟是否接受新的生活 日子还是要继续 小弟弟开始在当地的学校上学 二舅妈没事的时候也会认识几个新朋友 生活仿佛已经回到了正轨上 万万没想到在一个月黑风浪夜 发生了恐怖的事情 二舅妈半夜发现儿子不见了 可妈找也找不到 就在她要报警的时候 小弟弟突然又出现了 还说自己哪也没去一直在家里 谁也想不到就是因为这一次莫名其妙的失踪 却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自从这一次事情之后 小弟弟就好像有点不对劲 具体哪里不对劲还有点说不出来 直到这一天 二舅妈在回家的路上又一次碰见了老太太 然后老太太就说小弟弟不是二舅妈的儿子 要不是老太太的老伴拦着 二舅妈估计都点花钱洗车 后来没过几天这个老太太就去世了 作为邻居 二舅妈肯定要过来庆祝一下 不对不对 要过来哀悼一下 跟老太太的老伴谈话中才知道 原来以前是老太太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伤心过度变成了精神病 看见小弟弟就以为是自己的孩子 所以才说不是二舅妈的儿子 但可是二舅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她觉得老太太说的可能是另外一个意思 因为她的儿子现在确实有点跟以前不一样 变得特别懂事不说 在晚上还会做出一些令人不解的事情 以前特别怕蜘蛛 现在晚上没事还吃一个蜘蛛当做宵夜 二舅妈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儿子 有可能真的不是自己的儿子 因为以前儿子不爱做的事情 现在都喜欢做了 不喜欢吃奶肉 现在非常爱吃 二舅妈想要跟他玩游戏 他竟然不知道是啥游戏 二舅妈终于忍不住了 你到底是谁 我儿子哪去了 可惜呀 后果就是被咱们小弟弟给疑问的 别看小弟弟是个小孩子 那力量绝对是超乎想象的 给二舅妈扔来扔去 然后还把二舅妈埋在了花园中 全部搞定之后 小弟弟就躺在地上睡会儿 万万没想到二舅妈没啥事儿 然后就把睡着的小弟弟关进了地下室 到地下室才知道 这个小弟弟是一个恶魔变的 而真正的小弟弟已经掉进森林中的大坑中 为了儿子 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二舅妈孤身一人去森林大坑找儿子 在大坑的底部有一个洞口 进来之后确实儿子在这里 那就赶紧带着儿子离开呀 结果却被这里的恶魔发现 这里的恶魔只要碰到人的手 就会变成碰到人的模样 最终二舅妈凭借着超人的意志力 带着小弟弟逃离了大坑 有人要问了家里地下室 还有一个恶魔砸整呢 二舅妈直接来了一把火 爱谁谁爱咋咋地 最后的最后 二舅妈带着咱们的小弟弟回到了城里 一切都恢复正常 生活还在继续 电影呢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个啥道理呢 大山里的房子千万别住 连WiFi都没有 你让我怎么叫外卖 好了 喜欢我就点击关注吧 么么么 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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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剧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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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bel